旺旺集团登陆30周年庆祝活动6月8日在成都举行 成立于1962年的旺旺集团 1992年在大陆设立第一家工厂 经过30年发展 如今旺旺集团在大陆拥有超100家工厂 年产值超220亿元 旺旺集团成都总厂总厂长林国栋告诉记者 他1996年来大陆工作 先后在浙江 新疆 湖北等地工作 也随之见证了大陆的飞速发展 林国栋特别提到 作为在成都扎根多年的台子企业 旺旺集团成都总厂近年来享受了不少会台政策 更助推了企业发展 从一条小馒头线生产开始 那年产值那时候是1000万 那发展到至今28年 现在目前年产值12个亿 所以整个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这最主要也是有政府的支持 跟整个市场这个消费者朋友的一些支持 所以才能够发展的这么好 我们这边享受的是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 还有加租这个扣除尔的一些政策 那当然这个都给企业带来很多的良好的发展的势头 那尤其像疫情期间也有很多优惠的政策 我想这些都是给企业非常不错的一些支持跟协助 旺旺集团在大陆的发展也带动了一批台湾青年登陆 30岁的苏玉祥来自高雄 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大陆工作 在苏玉祥看来 来大陆发展更大的益处是认识了许多朋友 开阔了眼界 同时他建议台湾青年应该多到大陆 寻觅适合自己的发展机遇 不管是交通的便捷度啊 然后大家友善程度啊 文化程度其实都 我觉得感觉其实是非常的好 就是并不会像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么片面 毕竟因为大陆这边的舞台平台确实是很大 然后有机会来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闯一闯 然后藉由就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为自己的未来的版图 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多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众多台企积极适应和融入大陆超大规模 内需市场和稳定发展环境 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取得新的发展 林国栋说 目前大陆的直播和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 企业正在及时调整 积极适应大陆市场变化 那我就几个小例子 那像我在这边 其实说真的出门从来没带过钱 一支手机基本上就全国各地就逃遍了 媒体的发展确实世界上很高的水平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来适应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